韩国瑜去职倒数 我今天早上主持的最终场的市政会议 他说这来是偶然 离开是必然 到场的时候 大家给他鼓掌 他就说感觉好像当选的样子 好像不改他幽默的本色 但是可能有人不太认同 只说在这种情况下 原本是可以好好的当市长 现在却是即将去职 瑞德哥让人感觉唏嘘 政治人物不是本来就应该要 当选之后要承诺吗 结果现在搞到才500多天就去职 我记得韩国瑜在去年的 这个竞选总统的过程当中 曾经跟大学生说 他一生中最开心的事就是 喝酒 打屁 聊天 那个开心的幽默的 韩国瑜又回来了嘛 那么很可惜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么短 一年办不到的这个旅程 高雄市长的旅程 创下了台湾 甚至于是全世界的政治奇迹 不过是时间最短的政治奇迹 说坦白的 我相信包括他 包括这个中国国民党 那么甚至包括民进党 还是包括美国 中国很多的这个分析的人 大概都跌破眼镜 为什么 一年半以前的韩国瑜 青哥里亚尾雕 怎么崛起都没有人相信 一个中年鲁蛇 那么号称17年失业 然后呢 竟然可以靠着一个 高雄又老又穷 一个发大财 然后呢 一碗这个卤肉饭 一罐矿泉水 就这样崛起起来 你知道吗 那么大家都要检讨 我觉得今天 那么行政院的副院长啊 陈其迈 我相信他的感受最深刻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被一个 本来大家都不靠的人给击败了 那对他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 为什么呢 重新沉淀再出发 那也告诉你 政治场上在人世间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 韩国瑜可以被用造神的方式 把他造到了最高点的以后 当海啸退去了以后 如果你还不管坏 找一艘船啊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砰就摔下来 从云端跌到谷底 从天堂掉到地狱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人家说 坐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啊 所以呢 我非常的讶异 高雄市政府的相关的局势所长 竟然绕跑 有人绕跑 又绕跑了 你请假的绕跑嘛 有人还在灵堂外面 对黄洁大小声嘛 对吧 你是在拍什么 我说拼别的 你是在拍什么 然后呢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很简单啊 那么高雄市议长 许昆源的不幸事件 我觉得 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情 任何悲剧 我们都是一样的心情 对 然后但是呢 我就不知道这些局势所长 你们是用什么心态 来对待高雄跟高雄人 你们不是应该要 坚守纲位到最后一刻 也就是礼拜五十二号那天 对 正式公告韩国瑜解职 那一天 你们一起下台一鞠躬 不是这个样子吗 上台靠运气 下台靠智慧不是吗 你们的智慧就是这样子啊 不是不甘心是不是 也告诉大家一件事 为什么这次会有 九千 九十三万九零九零 这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排山倒海 给你教训 这绝不是你 韩国瑜所说的 一百三十万没出来投票 都是你的 如果这样的话 韩国瑜早上叫他们出来投票 把这些罢免的 同意罢免的给否决掉了 你拨命吹口哨 自己壮蛋而已而已啦 我说拖杯子 没了啦 还有什么一百三十万都没了啦 给大家一个教训 包括这些当官的 这些局处首长 这些议员 这些里长 给大家一个教训 我记得一百多年前 孙文曾经说过 大总统为人民公仆 你们忘了你们是人民的公仆 你们以为你们是主人啊 所以你们才会 一而在再而三逾越的那个尺度 从投开票所的刁难 一直到甚至于扬言 要给这些投开票所的人压力 这种话你讲得出来啊 这种话你讲得出来啊 甚至于还有部分的警察单位 还说三个人以上要想办法 对这些罢韩四君子 怎样又怎样 然后呢 连消防局长 连警察局长 连民政局长 连教育局长 连财政局长 连这么巴拉巴拉巴拉 那么多 对 大家要记住 这一年半以来 在高雄市政府所发生的事 为什么要记住 从现在开始 全国22县市 包括中央都一样 不容许再出现这样的一个 官僚官腔的恶劣文化 否则这就是你最后的结局 跟最后的结果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阻挡住 民意的反扑 对